想买相机 但你连相机品牌 机身型号都没人清楚 跟身边的朋友聊摄影 人家一张嘴 就是各种数据型号 一听就不是专业 自己想接话 又怕露窃丢面 看完这期视频 即使你还没摸过尼康相机 也能变身专业摄影 与老鸟谈笑风生 我是老赞 一个买不起佳能 入尼康的所谓 尼康要玩 尼康要玩 最近几年 很多人都见过这句话吧 殊不知今年的尼康财报 竟然赚了卡丝 难道是因为我换尼康了吗 关于尼康相机 我们换个说法 直接聊聊目前几个热门机型 作为尼康单反入门选择 相较于价格低廉性能一般的 D5600 个人是更推荐D7500 高感好连拍快 对焦迅速 可以说是尼康半画幅 单反系统里面的榜者 2088万有效像素 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拍摄内容 视频规格 它支持4K30P 内置多种滤镜效果 虽然它是2017年发布 已经4年了 但无论是参数还是性能 现在都还不算过时 作为学习摄影的入门机型 绝对是性能过剩 最少还能再加级 虽然无反时代已经到来 但很多人还是怀揣着单反清快 既想要单反的手感操控 光学取景器 又想要拥有这种 无反相机的拍摄视频的性能 那么全画幅第780 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 作为第750的继承者 2450万像素 51点自动对焦点 视频拍摄下 支持眼控追焦 无裁切4K视频 1080 120P升格录制 在尼康整个单反系统里面 绝对是唯一的双生五魂 两种一火 每10年 尼康必出一台猛男机型 而近10年的猛男 就是2017年发布的尼康D850 4500万高像素CMOS 153点对焦 第5同款光学取景器 性能上绝对是单反时代的天花板 刚上市的时候 国内售价一度炒到了28000 现在文波相机16000左右的行情 也是这台相机达到了 性价比的最优购买时间点了 我知道再过一年两年 你再买肯定还能更便宜 但那个时候 面对更多无反阵营的新产品 肯定也就不像现在这么香了 当然入手这台D850的话 有一点你必须提前考虑 那就是拍不好照片 你真没有说相机不行的借口 高感够用 像素够高 宽度够强 全新的色彩识别算法 让尼康不再只能拍大小样 色彩饱满 细节真实 全美铝一体成型的机身 适合各种高强度环境拍摄 D850可以肯定的说 综合性能碾压一切单反相机 不过视频性能就稍逊一筹 当然买D850拍视频的 我只能说你真的 是尼康 无反系统目前各品牌 最后的就要属尼康贼5套机了吧 全画幅2432万有像像素 14比特肉 双UHS二型 SG卡照 要知道Z6 Z7的一代可都是单卡 功能上更是跟后来发布的Z6 Z7二代 没有太大区别 还有就是尼康小光圈镜头的画质也是棒棒的 我个人曾经测试过 用2450套头的24毫米F4光圈 和1424 2.8的24毫米的F4光圈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1000多的镜头和一个1万多的镜头 画质解像力有区别 但绝不像其他品牌区别那么大 百年光学大厂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而Z5套机 今年在618文膜相机的售价 真的是比二手还便宜 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 尼康机身镜头仍然能保持在正常水平 怪不得尼康21年的财报盈利呢 尼康终于可以把那个药丸传给下一个品牌了 另外今年的尼康终于也复古了 ZFC Z发财 可以说是Z50的加强版了 像素都是相同的2088万 虽然致敬了经典的FM2复古造型 但仍然保持了尼康传统的操控优势 升级了对焦性能 视频对焦支持人物动物的眼部对焦 4K 30P的视频拍摄 无视角裁切的超裁2000万像素 如果说缺陷的话 一是没有机身五周防抖 二是电子防抖拍视频 效果一般 三能配上机身调性的镜头 屈指可数 不过作为有言有直的入门复古为单 尼康也没给你其他选择 如果你要我给你推荐一台尼康五反向机 那一定就是Z5或者Z6二代 都是2400万像素级别的 连拍速度Z5略逊一筹 还有就是暗光环境对焦 这个确实不如6和7 如果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选择Z6二就没错了 要问我为啥不推荐像素 4575万的Z7二代呢 相通大小的CMOS像素越高 代表分辨率越高 但缺陷也是明显的 更大的文件体积 连拍速度也要比Z6二代慢一些 所以如果你不是鼠毛党 不需要做A2以上的大画幅打印输出的话 Z6二代就足够用了 毕竟尼康最高规格的Z9就要来了 我已经给Z9准备好了镜头 买尼康就是一种信仰 只有咱们大尼康 才是他的实时 一直在做照相机的品牌 尼康讲完了 想看佳能的可以去看上一个视频 而想听索黑聊聊索泥的 还请先支持一下这个视频吧 点个赞关个住 下次来听不迷路 因为分享所以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